好 谢谢 谢谢高老师 我们爱你 拜拜 我们爱你 拜拜 高老师 高老师 我是Hoco市场部的 不过这个身份并不重要 我是Nino 你是我的 我们全家都跟你姓高 你看这事瞧不瞧 小伙子你还挺逗的 是吧 高老师 你看 这些衣服全部都是我们Hoco给你准备的 我们Hoco算不上是世界上的大品牌 但是它时尚 年轻 你看你真相这身衣服吧 虽然你穿上去漂亮 大气 但是好像稍微稍微一点点 没那么年轻 现在的粉丝都喜欢那种 时尚 年轻 嫩嫩的感觉 你看对不对 小伙子 不用你提醒我 我也知道自己不年轻了 不过我要穿什么衣服 我应该比你更清楚吧 高老师 你听我讲 小伙子 高老师 我这位同事他不大会说话 你千万不要往心里去 其实我们的意思就是 你这件高定的衣服 特别符合你的气质 你看这细细的肩带啊 这线条啊 又大方又性感又好看 你这啊 绝对是一件压着的战役 原来还是有一个懂时尚的 不过您刚才彩排的时候 您有没有看见别的选手 我看他们干什么 我刚才在代艺事的时候 我就看见了 您前面的选手呢 叫刘雅梅 对 他呢穿了一个带钻的 黑色的连衣裙 你后面的选手叫苏瑞瑞 他呢穿的是一个黑色的小西装 配一个皮裤 那么你这件衣服呢 单独穿非常非常地好看 只不过 你不觉得如果上台 三个人都穿黑色的话 是不是不太出彩啊 是真的吗 好像是 我也没多注意 你看啊 你看这件 我绝对没有什么强推的品牌啊 什么的意思啊 你相信我 我只是觉得 如果您穿这种 白色显身材的高腰连铁 不就能显出你的眉腿吗 而且你的大长腿 不就是你的杀气吗 听说你今天的歌曲 不是白月光吗 那么如果你穿一个白色的衣服 就有一种纯洁深情处处动人的感觉 珍珠奶奶 你就把我逼死也没用啊 这些大笔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我保证能把衣服挂过去 可是我保证不了他们能穿啊 我们合约上写得清新 是 每期露十套 可是他们没写必须谁穿对吧 我没时间解释 我先走了 来来来来 谢谢 这件衣服太适合你了 真的 真的很适合你那个歌曲 我 我之前还听过来着 我觉得是 真的太好听了 那 怎么 会 好 你好 王导 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 是不是我们公司的新人 在录制节目当中给您添什么麻烦了 没有 我是来表扬的 高一娜今天给我提了一嘴 说你们派了一个小姑娘 特别优秀 叫什么 您说的是刘暖暖 对 暖暖 高一娜太难伺候了 开口夸一个人 但是比登天还难 说明副总太会跳跤新人了 谢谢 谢谢 谢谢导演的夸奖 改天我请您吃饭 给您添麻烦了 那就这样啊 好嘞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